整個用三萬一元請活理員一千個來香港, 這完全可以這樣講,一個月花三千多萬, 為期三個月都是一億,一億是否很多對香港? 不是,不過三萬一千元對很多香港人非常救命錢, 現在問題是香港很多人手庭口庭, 香港其實幾十萬人不是有次高官每個月躺在那裡收入, 全部人都是手庭口庭,一無工開那天就無人工, 很多人是這樣計人工, 而當中因為疫情關係很多行業現在開不了工, 就算建築界都不斷停, 然後很多人完全無收入,兩夫妻無收入都有, 有些只是老公出去做事,老公現在無收入, 整家無收入,這個情況下政府應該怎樣去想幫這些人, 其中幫人方法是既然政府有職位開出來, 就算臨時工都好,是否應該先問香港人, 究竟你們做不做這份工,先問香港人先, 如果你說去做老人院護理員, 很厭惡,很長時間,甚至要求你在那裡留宿, 不要緊,你便先問香港人, 香港人做的你給香港人做, 香港人不做的你便去國內請, 但講也要一個合理價錢, 三萬一元請,從來護理員都不是用這個價錢請人, 他請來博理員都是九千多人, 零最低工資都給不到, 左扣右扣在那裡玩那些計算遊戲, 為何你無端端會扔三萬一元這個價格出來, 為何會想出來呢,誰想的呢, 如果是羅志剛想的, 又或整個官僚體系想的, 你們有無老的呢, 你知不知香港現在的價格是甚麼水平呢, 就算當你慷慨,都是一億, 我拿了一億出來,政府給了撥款, 你別管我怎樣用,OK你用便用在香港人身上, 你如果三萬一給一些願意做這份工的香港人, 我想香港人都接受, 因為都幫到一些有需要的家庭, 因為他都願意承擔一定風險去做這份工, 另外如果政府聰明一點高層才想件事, 稍為腦袋再高一點, 你整個護理工作就要照顧裏面老人家, 希望他們過得好,另一個背景是希望他們不要染疫情, 所以要流縮,如果是這樣, 你請香港現在那麼多人確診完好, 他們自己有所天然抗體, 病毒就算去到他們身上, 他都自己幾乎過濾了病毒, 他這些已經傳遇的一些人士, 反而對老人家最大保護, 因為他一定不會傳播疫情, 為何香港政府不回頭,找回香港既然那麼多人確診, 那麼多人好, 為何不在香港找回已經傳遇的人做其中一個要求, 即你有疫症,不過傳遇了, 然後你願意留宿, 願意照顧老人家,我給你三萬一元, 這樣便值得, 因為有了疫症而傳遇的人多, 或者有了疫症而傳遇的人經歷過, 香港人都會接受他亦是香港人, 你給他三萬一元,他也照顧他的家庭, 這樣也有一個香港家庭被人照顧到, 或者都受到幫助起碼三個月, 這樣也渡過了一個難關, 都香港少了一個悲慘的故事, 這樣又不好些嗎? 為何你一想就要直至在大陸請下來, 完全不問香港人, 也不用腦袋想一想, 既然羅志剛說自己有IQ160, 我現在看下去十六都無, 簡單說你是不是應該在香港找一些 已經確診了,已經病好了的人, 他有武功做,給他做, 老人家就受保障, 我想就算老人家家人都覺得安全些, 另外國內人好像皇帝那樣, 他生活在一個相對沒有什麼疫情, 沒有什麼病毒的環境裡面, 已經很長時間, 他們是未面對過病毒幾乎, 他下來香港, 香港其實現在可能空氣間, 好像沿港那樣空氣傳播, 如果沿港那句廢話是對的話, 全港根本周圍都是病毒來的, 如果空氣傳播到就, 現在全部周圍都有, 如果沿港那句廢話是對的, 空氣可以傳播真是Airborne, 到現在國際民憲都說不是Airborne, 雖然有個傳言有個疑話是Airborne, 即是說空氣可以傳播, 但到現在都是氣溶膠傳播, 到現在都是飛沫傳播, 到現在都並不是沿港那句廢話 說用空氣傳播, 如果真是這樣, 他下來他們確診機會大, 他確診機會大對老人家來說是危機, 對於他自己,即是說這些國內人來香港都是非常大問題, 為何呢?他們無保險cover, 第一,第二,他臨時工來怎樣保險cover呢? 買不到保險,他工危工作, 第二,香港在前年,即是2019年已經有法例, 就是法例偷改,如果不是香港人, 不是一定是國內人,不是針對國內人, 你就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歐美人都好, 你來香港如果醫治疫情的話, 新冠肺炎,你要給常額價錢幾皮東西, 即是說, 醫把來香港打工的人, 如果確診的話, 除非他馬上運回深圳醫, 如果不是他在香港醫, 他要香港醫院單幾萬元, 其實你對他都不公平, 所以整件事是否應該是香港人自救, 找回香港人去做這些職位, 讓香港人可以有一個填補職位的機會, 無論這一個做護理也好, 接下來強制檢測做採養員也好, 維持秩序治安也好, 甚至乎包搬抬抬抬抬都好, 很多香港人願意做, 很多香港人現在手提供, 氣氛就是香港有專家, 我相信許樹昌說的話, 無任何文獻證據見到現在連分清溫湯 或清溫院或清溫膠囊真的有助於押制新冠疫情, 而新加坡好或歐美都做過研究分析, 藥物成份內容看不到機會真的有效, 但鍾南山即是蓮花清溫太早, 鍾南山即刻反駁, 錄了一段廣東話長錄影, 讓香港人自己聽自己看, 他覺得有效, 我想鍾南山在香港沒有一個神力, 就不像他在國內, 在國內現在都不是, 之前在國內他是很權威性, 但他現在在香港就算用廣東話說, 我想香港人面前都未必權威性, 所以見到市面搶蓮花清溫情況低, 甚至現在周圍得賣,都不需要搶, 而更加當這些藥入口來, 跟著落去抗藥連線, 藥房便馬上賣,不知為何, 簡單說整件事如果這一個真的有效, 政府拿無防, 但另一方面更有效的藥就是Panadol, 或是有相同成份的成藥, 是賣到斷了市和炒氣價錢, 十顆要賣百多元, 講十幾元一顆, 本來幾個鮮一粒的藥賣了幾百元, 即是十幾元一粒, 這些藥政府為何不入口呢, 為何政府不找方法入口這些藥給香港人呢, 這些更加是香港人慣常拿來 醫治發燒和疼痛的一些成藥, 為何香港政府不拿這些藥回來, 跟著回頭就拿中藥回來, 中藥香港人吃得好就不用現在炒買Panadol, 現在炒Panadol是出現的,是事實, 為何香港政府不拿這些藥回來呢, 你拿這些藥回來我們OK的, 你派給我們最好, 但為何你不敢做呢, 當然我們不是抗拒蓮花青棍藥, 你拿來便用,我想總有香港人會用, 但另一方面為何Panadol 這些退銷成藥, 為何我們不去拿回來呢, 香港政府會不會整件事令人覺得 完全好像無腦袋想事那樣, 現在市面真是缺炒高價錢, 你跟著不去拿回來, 不去跟藥廠組織, 不去跟藥廠談談, 怎樣用甚麼方法呢, 可以世界各地搜羅回來, 結果香港現在不夠藥, 不夠甚麼呢, 不夠醫治感冒或醫治一個頭痛, 疼痛和退銷的藥, 你給蓮包青棍我們吃, 是否等於Panadol的功效呢, 我有些懷疑, 民建聯真是一個奇靶, 即民建聯的人人才仔仔, 個個專業都有, 但不知一入民建聯, 個個好像白癡, 第一個香港是右軚車, 中國是左軚車, 第一個右軚和左軚互相去到, 你證明有個熟悉路路司機都很難應付, 你現在說要中國大陸左軚救護車來香港, 第一個整件事有無幫助, 這件事會否引起更多交通上可能出現意外, 更加導入道路擠塞, 更加令香港可能有人失救呢, 即民建聯講的話很多時候都不經腦袋, 不過我都不批評或不想評論民建聯, 我覺得民建聯根本不應該在我口裡批評, 實在太低層次,